新竹縣堅持鄉因今年一二月乾旱 經濟作物五月桃缺乏水分滋養 影響生長周期 好不容易開花結果 接著又被大雨把花葉打掉 看天吃飯的桃農 預估今年產量不理想 五月桃要剛好要出來的時候 剛剛一直下雨 所以不知道說成怎麼樣 如果是說繼續下的話 可能對他們是不利的 我會順便在網路上 跟他們先導這方面的 因為前一陣子一直在下雨 因為這個水蜜桃的花 它弱很多 所以我預計 今年的產量大概會減少 根據金子鄉公所訴報估計 農損程度約25% 當時期農損狀況 仍需要再進一步確認查驗 我們報出去訴報的部分 是先蓋估是大約是30公頃 報出去大約是500萬 我們還要實際去看那個狀況 鄉公所表示 目前堅實鄉已核定為 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地區 將補助逃農每公頃9萬元額度 逃農損害率只要打20%以上 就可以帶著土地所有權狀 身份證等相關證件前往鄉公所申請 受理期限到4月11日 公所已發文給各村長協助宣導 原始新闻 虎順水嘉隆 新竹坚持採訪報導 加密研訪報導